中國博士相涉嫌槍殺華裔 導致被指精神狀況不適合接受審判 拜登聯大演講賦予合作應對挑戰 稱美國要降風險而非同中國脫勾 坦克調查拜登大戲下週登場 共和黨宣布首場聽證會時間 解凍伊朗資金級官酬引發爭議布林肯辨稱60億用於就美監控 年美加日購物高潮張至Amazon增固25萬季節工 美國國債就此超過33萬億 耶倫清利息佔比仍然可控 馬斯克X平台要全收費多交錢才可以發貼看貼 9月19日北卡羅內納大學教堂三分校涉嫌槍殺指導老師的中籍博士學生齊泰女 再次出庭應訊 法官被告知齊泰女的精神狀況不適合接受庭審 現年34歲的齊泰女來自中國 案發前為北卡羅內納大學教堂三分校應用物理科學專業二年級博士生 8月28日下午 她涉嫌在蓋校應用物理科學在一間實驗室中 暢殺了同樣來自中國的華裔夫教授嚴之傑 她被指控犯由一級的兇殺和在教育場所持槍的重罪 目前仍然被扣押在監獄 由一名公設辯護律師為她辯護 在9月19日上午舉行的審前聽證會上 公設辯護律師和至少一名醫生告訴主審法官 齊泰女的精神狀況不適合受審 醫生出事的一份心理評估報告顯示 齊泰女缺乏接受審判的心理能力 齊泰女當庭告訴法官 她對自己的辯護律師不滿意 她要求更換辯護律師後 律師指出她有精神問題 負責審理這件案的法官建議齊泰女 聽從律師的建議並要求她不要再擅自發言 法官說你今天不要再發言了 我想讓你知道的是你身邊有兩位律師願意為你工作 願意跟你一起工作 他們需要的是你的合作和幫助 事情不會按照理想的速度發展 我們的法院系統不會按照任何一個人的節奏或興趣運作 隨後法官將下一節舉行審前聽證會的時間 定為11月14日 齊泰女的律師稱他們希望在那時之前 完成齊泰女的第二次心理健康評估 齊泰女本科畢業於武漢大學 來到美國後她先在路爾斯安納州納大學取得碩士學位 之後進入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三分校 共讀博士學位 2022年1月她加入了嚴智傑的研究小組 研究主題包括機械學習、光物質交互作用和光譜分析 根據當地媒體WRAL 報道 槍擊案發生幾個月前 嚴智傑曾對一位同事談及一名學生 華理名學生告訴他 他自己正在與嚴重的精神疾病和妄想症作鬥爭 嚴智傑沒有具體說明該名學生是誰 雖然徐泰女命臨著的重罪指控可能會導致死刑判決 但當地檢方稱如果嫌疑人被定罪 他們不會尋求判她死刑 到目前為止 檢方對這宗槍擊案的調查 仍基本上處於保密狀態 齊泰女被捕後負責這件案的調查人員 一直沒有公開發表演說 當時執法人員說他們不清楚齊泰女的犯罪動機 也沒有找到她行空使用的槍 在9月19日的審前聽證會上 檢方證實本案的那一把空槍還未找到 9月19日拜登總統出席聯合國大會時發表練度說 開述了他應對全球挑戰的願景 在全球盟友關係出現變化和緊張跡象之際 拜登尋求利用該場合架強合作 他告訴各國的代表聽 美國尋求為所有人建立一個更安全、更繁榮、更公平的世界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未來和你們的未來緊密連接 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單獨應對今天的挑戰 拜登說到美國和中國的競爭時 更多地使用外交基調 並且希望競爭而不是衝突 他說我想明確並始終如一地表明立場 我們尋求負責任地管理我們兩國之間的競爭 以免演變成為衝突 我已經說過 我們支持降低風險 而不是和中國脫勾 他還說美國將繼續捍衛從航行自由、飛躍自由到公平競爭、經濟環境等 數十年來一直保障安全和繁榮的國際規則 並準備與中國合作 尤其是關係到全人類安危的氣候危機領域 拜登強調聯合國面對的新挑戰並且呼籲改革 除了加強機構、拒進促聯合國建立新的夥伴關係 應對人工之衛等新興技術的新挑戰 他說這些技術機有強大的潛力、也有巨大的危險 拜登表示我們需要能打破僵局 這種僵局經常阻礙進展、阻礙安理會達成共識 我們需要更多的聲音、更多的觀點 聯合國必須繼續維護和平、防止衝突和減輕人類痛苦 我們歡迎各國採取新的方式 在棘手問題上尋求新的突破 拜登也聚焦了氣候變遷和基礎設施等廣泛的全球發展議題 關於氣候變化 他說這些災難很快照共同講述一個迫緊的故事 如果我們不能減少對花石燃料的依賴 開始讓世界免受氣候變遷的影響 等待我們的將是什麼 從我們上任的那一刻開始 美國就將這一場危機視為關生死全亡的威脅 不單是我們,也是為了全人類 拜登介紹了他的政府為應對氣候危機所做的努力 包括對清潔能源的投資、對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融資 以及為實現巴黎氣候協定中概述的氣候融資承諾 所採取的步驟 他呼籲增加公共或私營部門的投資 拜登也說到俄烏戰爭 勞生上探地呼籲抵制俄羅斯 他基於很大希望的烏克蘭反攻毫無進展 正在變成沒有明確終點的漫長消耗戰 值得注意的是,在擁有聯合國安理會 常任理事國籍位的五個國家中 俄羅斯、中國、法國和英國領導人 都不參加今年的聯大會議 拜登政府只能與這些國家進行較低級別的接觸 另外,為了2014年總統競選 拜登將在紐約停留四天參加四場政治籌款活動 9月19日,共和黨控制的國會眾議院監督委員會宣布 他將會在9月28日就拜登總統家族的商業朗內舉行公開聽證會 這是眾議院對拜登發起彈劾調查以來的首場聽證會 眾議院監督委員會主席 恆塔基州共和黨人科默說 我們將有三個可信的證人 我們希望解釋彈劾調查到底是什麼目的是什麼 據介紹其他證人包括金融法專家 和對外國代理人註冊程序有了解的人士 以討論共和黨人所收集到的有關拜登家族商業往來的證據 該委員會的聲明說 監督委員會將會繼續追蹤證據和資金流向 以提供美國人要求政府提供的透明度和問責性 方默稱 共和黨人最快在這星期就會傳換拜登之子 恆塔拜登和他的弟弟詹姆斯的銀行記錄 他說 一旦彈劾調查的所有文書工作都完成 就會發出傳票 當被問及為什麼該委員會 尚未傳換拜登本人時 方默說 這是因為調查人員還未發現證據表明 他收到任何被審查的資金 他說 我們會追蹤這筆錢 不管他是中國、羅馬尼亞、烏克蘭、俄羅斯 還是烏茲別克斯坦 錢都是透過一個空殼公司或兩三個 然後分散到拜登的九個不同家庭成員手上 方默承認 到目前為止 他們還未有任何證據顯示 而拜登不當收取來自外國的錢款 美國日前與伊朗完成了換酬交易 五名伊朗關押的美國公民和他們兩名親屬 當日抵達哈達多哈 然後轉機飛往華盛頓 美國就釋放了五名在押的伊朗人 還解凍了過去五年被扣留在韓國的60億美元伊朗資金 換酬交易結束之後 拜登政府解凍伊朗60億美元資金 引起共和黨保守派的不滿 他們認為拜登政府這樣做 無疑系統向伊朗政府交付屬金 你60億美元很可能會為伊朗繼續發展核武提供更須的資金 並且可能會助長一些敵對國家 針對美國採取人質內疚 9月18日針對這些指責 國務卿布林肯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前舉行記者會 特別做了解釋 布林肯說這筆資金是伊朗出售石油之後傳在韓國銀行的 是完成交易時是合法的 用來對這筆資金的使用有絕對的監管權 伊朗只能將資金用於人道主義目的 我們有辦法和機制來確保這一點 根據布林肯的說法 美國將監管伊朗這筆60億美元的資金 以確保他們只能用於人道目的 然而根據美聯社最新的報導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卡納尼告訴媒體 這筆被解凍的60億美元資金 已經完全由伊朗政府和國家控制 伊朗總統萊希上星期接受NBC採訪時也說 伊朗政府將決定如何以及在哪裡使用你60億美元 為了安撫國內的批評者 拜登政府是換籌和解凍伊朗資金的同一人 也宣布了對伊朗的最新制裁措施 制裁對象包括伊朗前總統內加德和伊朗情報部門 但利亞總的制裁意義象徵遠大於實際意義 9月19日電商巨頭Amazon宣布 它將會是全美招募25萬名員工 以應對年美節慶季的銷售高峰 該公司還提高倉庫和送貨工人的平均時薪 Amazon通常在年美加日購物旺季增加大量臨時工 以便更好地應對激增的需求 近年Amazon的年美招聘人數比往年顯著增加 去年該公司只宣布僱用15萬人 以應對節慶季節的購物潮 Amazon稱 另一次招募的員工包括全職、劍職和規制性 倉庫和送貨員工 這些席位的時薪是17至28美元之間 在茂地地方 Amazon總提供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簽約獎金 Amazon也決定 其倉庫送貨員工的平均時薪將由19美元 增加至20.5美元 該公司在上星期在她簽約送貨合作夥伴計劃成員會議上 宣布為送貨司機增加工資 9月18日美國國債總額首次超過33兆美元 當日聯邦財政部在每日報告中揭露最新的國債數字 目前國會在9月30日本財政年度結束前 為政府提供臨時資金的努力 營救報索滿山 除非國會能通過十幾項撥款法案 或同意在現有階級暫時現場政府撥款 否則聯邦政府將會面臨2019年以來的首次停擺 拜登政府先前預測 根據2011年減少通貨膨脹法 未來10年聯邦開支將會減少數千億美元 但根據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預計 無形估計由於該法給予清潔能源的稅收底面非常慷慨 相關成本可能超過一兆美元 新冠疫情時期的救援計劃仍然在耗費聯邦政府的資金 國稅局上個星期披露申請員工保留信貸的稅務優惠 原本預計耗資約550億美元 但資金已經花費聯邦政府2300億美元 國稅局擔心欺責和濫用行為正在凍結該計劃 拜登希望透過稅務改革來增加政府收入的幾次嘗試都遭到阻力 《財政報》上星期發布的數據顯示 2023財年11個月聯邦財政赤字為1.5兆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61% 科技業億萬富翁麻士客日前稱 他將會要求X的所有用戶每個月支付一定費用 才可以使用這些曾名為Twitter的社交媒體平台 麻士客是在9月18日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戶 舉行直播活動時宣布這項決定 目前這個堪入財務困境的公司 仍然在努力重新獲得廣告商的信任 麻士客這個月早點的時候透露 X在美國的廣告收入暴跌了60% 他怪罪民權團體和消費者 對大品牌施加太多壓力 在X平台直播的現場對話中 內塔利亞湖提出要防止機械人大軍的挑戰 因為那些機械人放大了仇恨言論 麻士客回應說 我們對X系統每個月收取少量費用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 這是我能想到對抗龐大機械人大軍的唯一方法 他跟著說增加付費 將會令機械人創建帳戶變得更困難 因為每個機器人都需要輸入新的信用卡資訊 麻士客透露該公司計劃推出 給目前XPremium用戶每個月 100美元左右的收費更低的定價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傳播內容 感謝收聽和觀看 同時記得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界 TV頻道 獲得更多精彩內容和最新消息 我們下次再見